成為 yayo 作曲媒體 獲得歡迎 作詞文獲得有名部 謝謝大家參加 早 我們今天繼續講南非 我們在南非最早在約翰尼斯堡 主要是看他的街道市區 就是黑人住的区跟一些博物馆 然后就去看它的野生动物 在它的全国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叫做Kruber National Park 然后我们又经过史瓦基兰 最后就到了这个 路易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坐车到了Durban 坐飞机到了Port Elizabeth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Port Elizabeth 因为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下 在它的这个老城区里面 就看了一些老的建筑跟一个灯塔 有一个公园 那里就有纪念Mandella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下来以后 就经过这些也并没有去参观的东西 这个地方叫做St George's Park 那在这个Park附近就有一个Cricket Club 所谓Cricket Club是全世界只有英国人有的一种骑马的一种运动 那所以他们现在呢 因为以前英国是很大的国家 所以他们还是经常在比赛 这边这样开过去 这边就是它的这个港口 它的港口非常的大 吞吞吞吞量 大船 它的外销的汽车 世界各国的大牌的汽车 都在它这里生产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的新盛的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南非呢 它从这个以前是黑人 压迫黑人以后 从Mandella放出来以后 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 以后就变成是黑白平等了 那自从它黑白平等以后呢 那些当政的有经验的政客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的经济就往下降 因为他们的制度或者管理并不是很好 可是最近几年一直都在进步 我们以前说有这个新兴的国家 叫做BRIC或者叫BRIC 那现在就把这个南非加在后面 就变成BRICS 我上次在Costa Rica看大陆的电视 他就把它翻译成金砖国家 好像很漂亮的一个名字 其实是他随便取的一个名字 因为在西方人看来 这些国家都算是落后的国家 就是印度、中国、俄国、巴西 跟现在加上这个南非 不过他们都是前途无量的 以后一定是不得了的 变成是压在那些欧洲人的上面 这个是港口的一些船 那你就看到它整排整排的都是要出口的汽车 这里呢就在港口附近就有一个教堂 它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所谓中塔 这个中塔有点照着这个意大利式的 跟那个Florence或者是威尼斯的都蛮像的 我们这里的火车站你们知道吧 那个中塔是完全照威尼斯的中塔造的 刚刚好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 有一百年了 因为你如果走到火车站里 我们的火车站西雅图的 它上面就有一块天花板是透明的 你就可以看见它后面 里面以前的那个情况 那个里面凋亮化洞很漂亮 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把它挡起来 这个船你如果走到世界上各个港口 如果看到有一个船是这个颜色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Icebreaker 就是说整个的海结冰的时候 它就可以开进去把冰打碎 有时候新闻里面说哪一个船在北极 还是什么被冻住了 那就会请这个Icebreaker进去 就把它救出来 我最早的时候 我是在丹麦看到的 后来才发现 无论走到哪里 那个船都是漆程这个颜色 这个船呢是 我们讲的是这个船 这个船是专门抓乌贼的 它是半夜出去 然后把那个灯光放得非常非常亮 那个乌贼就会都跑来 这个也是在港口附近的一个清真寺 去的那个颜色很奇怪 这些都是坐在旅游bus里面照的 他们的这个火车的道呢 是很窄的 就是像我们阿里山的小火车 因为它要上山的时候 要转来转去 所以他们的火车道比较窄 一般来说 世界上的火车应该是 有同样的标准才好 那它这个也是从英国来的传统 我那个时候在爱尔兰的时候 他们的火车跟印度的火车 都是从英国来的系统 它跟别国的这个轨道的宽度不一样 所以印度还是爱尔兰 他们有那个旧的火车的材料 要卖掉的话 他们就可以互相买卖 跟世界上别国 没有什么没有办法互通的 这个是一个那个 摩天轮 摩天轮在海边 我们现在在那里的时候 是12月现在大概18号左右 就是快到圣诞节了 那他们是夏天 因为他们在南半球 那夏天呢 他们就要放暑假 放暑假呢 又有圣诞节又有新年 所以这个假是很长的 不像我们在北半球 圣诞节这个winter break比较短 那这个学生都放假 都不用上课 所以这个海边常常很热闹 那这个摆摊子的是 只有周末才摆 这是就在海边上 那个McDonald很大的 这个是我的房间 从我的房间里照 看出去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Algoa Bay 这个大概是从荷兰 葡萄牙人的时候 取的名字叫Algoa Bay 现在就改名叫做Nelson Mandela Bay 它很大很大 你可以绕到对面 整个都是猫在里面的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港 就是在那边 那这个海里呢 我是看不见了 可是我们每次走过 导游都会说 那里有海豚 那里有鲸鱼 每次它都会看到 我们都看不到 也不知道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这个是我如果把照相机 放大很多倍的话 我就会看到这个海湾的正对面 是这样的 那这个上面 海里就有一个小岛 你把它仔细一看呢 就可以看到它上面 有好多鸟 像这种的就像Cormoran那种鸟 不过我现在去了Costa Rica 才知道这种像Cormoran的鸟 如果它把翅膀张开的话 它的名字就叫做Ahinga 而不是Cormoran 它为什么要张开呢 因为它这个羽毛没有油 所以水一洒上去就湿透了 所以它就整天都要这样 不像那种很有油的鸟 它就在水上游来游去无所谓 它这个不晾干就会沉下去 所以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鸟 它这个有White-Breasted Cormoran 有这个Oyster Catcher 过几天我们可以看到 Oyster Catcher的照片 这个Pelican 是那个糖鹅 嘴巴很大一个带子的 我这次去照了一张 好漂亮的糖鹅的照片 没有我的导游都非常impress 因为我是一个新的导游 上礼拜的导游 他给我们一人一个DVD 都是他照的动物的照片 哇 照得好不得了 因为它有一个镜头这么长 所以照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这次照了一张糖鹅 他非常羡慕 那这个海鸥当然是到处都有了 这天我们就是到了旅馆 这个导游说他过一个钟头 他就要去海边走路 谁要跟他去走就去走 结果我就去走了 一共我们只有四个人去 我们就从旅馆走到这里 然后就结散了 所以大概一共只有三个block左右 这有人在这里弄那个沙雕 他雕了一个鳄鱼啊 一个沙 两个沙鱼 这个是个汽车 然后他就在旁边放一个小罐子 希望你给他点击 那那个颜色是什么 沙雕的颜色 大概他想办法染的 我不知道 是他染上去的颜色 这是一个蛇把一个鳄鱼缠住 他写 这就是刚才看着这个码头这样伸出去 那在这个岸边上的地方就是做成这样的砖 蛮好看的 这就是我们几个 这一位是我们的导游 这个导游啊 就是你随便看到什么鸟 他就跟你说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回去拿书拿理查 果然就是这个鸟一点都不错 我非常佩服他 可是我上礼拜的这个导游 比他还厉害 因为他不但什么鸟都知道 而且他会听鸟怎么叫 他自己会叫 他一叫 那个鸟就叫得跟他一模一样 那个简直是 佩服的无地投地 比如我们坐在船上 他就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叫一点白猴子来 他就开始叫叫叫 那个猴子就来了 我就叫的声音跟他一模一样 那这位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太太在这个前两个礼拜摔摔断了乐骨 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来 那这一位是一个犹太的太太 她叫做诺马 她是某一个大学的艺术学院的院长 所以她很得意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犹太的太太 那个人说 我在大学教书 她就说 你教的是什么 那个人说 我教的是ESL 她说 那你那个根本还不够格做大学生 那他们两个就一天都拉破脸吵架 这个就是说 不可以做这个事 不可以做那个事的一个牌子 我们现在所在的海边的这个部分 离那个港口有小小一段路 再过去就是商业用的了 那这个码头的近段就是一个 又像是船的桅杆 又像是十字架的一个标志 我们走到这里以后 导游就回家了 那我们就自己乱逛 我就跟这几个人一起逛 我们就过到这个路的另外一边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旅馆 这个旅馆呢同时又是一个赌场 他们赌场在这个地方 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到赌场 那这整条街上 沿海的通通都是高的旅馆 多级了 那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的旅馆是过去大概三个block 这个水到时还不是很急 因为有的地方 像我们到 Cape Town 那个海边的那个水 好像随时都可以把人卷到海里去的样子 这里就比较好 从这里进去就是这个赌场 它有这么一条街下去 然后有很大的一个shopping的area 餐馆 店铺 还有一个池塘 还有一个池塘 后来还放那个晚上的pentry的灯 赌场就只能照照外面了 你进去想要照相 人家就不许你照 对 这就是入口的地方 我说它有一个池塘就是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个岛 四周都是店铺 而且都是规划的 都一样的颜色建筑风格 这里东西比我们这边便宜一点 所以觉得花钱比较没有那么心痛 这是睡帘 这是一个mary go round 有点像一个小村子的那个感觉 这个湖里面 它说他们放了这七种鱼 这是人工湖了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这边看到的一个是夏天的圣诞老人 这个就是说一个汽水跟一个小披萨大概合三块钱 所以是蛮便宜的 就有个保龄球馆 它这里做的这个广告是他们的一种酒 你如果到爱尔兰的话 他们有bailey cream 那夏威夷也有一个 有什么东西的卡 卡鲁瓦还是什么的 这都是同一类的酒 就是一种甜的水果的一种cream 有时候他们喜欢加在咖啡里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南非特有的一种植物的果子做的 这个叫做marula 我们在那个Kruger National Park的时候看到这个marula这个树 只是那时候也不是开花 而是刚刚开始结果也没有熟 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这个是在保龄球场的一个牌子 他说不可以吸毒 不可以带枪 那这里有一个中国餐馆 结果我就跑进去吃了一顿 虽然不怎么好吃就说 不过他还挂了一些中国字画也不错的 这就是我吃的炒面 这个要六块钱 好像比那个pizza跟汽水不大喝 所以也不怎么好吃就是了 那我之所以在那里吃饭呢 因为我想要看他的喷水池 因为我上次在dubai看的那个喷水是不错的 可是他这个规模很小就是了 不过都每次要等着看喷水池 就是要等天黑 没事就一直在那里一直等 等了好久 他在池塘里面有一些锦里 你就看我吃顺的等 天越来越黑 还不错 这个是我们的每个房间里的一个插头的地方 就是这么多乱七八道的插头 而糟糕的是我在online的时候买了一个特别的南非插头 一个也插不进去 结果还要去跟旅馆的人借一个才可以插 其实我早知道我带了什么英国的还是欧洲的 都还可以用 反而南非都不能用 这个是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南非 比如说是这样一个南非 那这个伊丽莎白港就在南边 那你对着这个海呢 你一定想这边是西边 这边是东边 结果不是 因为我这个一起来呢 那边是东边 是不是奇怪 就是因为他这个港是这样的 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又这样绕过去 所以我们其实是跟人家反方向 所以你看到那个冬天 其实是当然东边还是东边了 可是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是住在这里的 所以早上是那边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早饭 很多很多肉类 我遇见就是有点太多了 一般你都会有一些 就是有起司或者是火腿之类的 这个就这家是特别多 那这些就是cereal nuts 什么干的水果什么的 这是那个做omlet的厨子 我在坐电梯就碰见这位太太 我说可不可以给他照片 他就出来赞给我看 现在12月16号这天叫做 Day of Reconciliation 也可以叫Family Day 其实就是因为他那个 夏天暑假要放一个假 所以就选了一天来 可是到底要庆祝什么呢 随你高兴 你如果是英国人你就庆祝 你打败荷莱人 那你如果是荷莱人 你就反过来说他打败了英国人 反正每个人庆祝的事情都不一样 而且常常是相反的 从这天开始就是真正的大夏天 而16天是大家都要放假的 从1994以后呢 这个假日就变成是庆祝他们把这个 种族隔离的事情结束了 因为是1994年 可是也不知道跟这天有什么关系就是了 可是如果你是荷莱人的话 那你就要庆祝他说是这天是 这种复杂的政治意义 可是小孩就只知道放假就是了 这天呢我们就从这里 往那里走 也不太远 可是是在乡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Elephant Park 就是大象的保护区了 也是一个国家公园 可是他虽然叫大象 其实里面也是各种动物都有 不过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狮子就是了 其他动物差不多都有 我们因为第一天 在第一个公园就什么重要的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就很放心的随便到各处 就随便看就是了 不需要说哎呀我还有哪一个没看到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海边 刚才也看到的这个海边就往这个山上走 这个是刚才我们也经过的地方 这是个Soccer Stadium 就是足球场 现在我们去其他的国家 差不多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 就是一个足球场 就是美国就不是了 美国是美式足球场 或者是棒球场 当然现在世界上大的港口 都是各国的container都有 这个是一个丹麦的一个公司的 南非就是跟英国一样他们开在反方向 我们就看了就不习惯 日本呢也是跟他们拍开的 对啊是开在左边 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防波体 他做一些习惯形状的水泥的东西 然后他运到海边呢就这么一丢丢下去 那个海浪就慢慢把它摇摇摇 他自己就把就会这样散开 而这是一个南非人发明的 这些都是一些汽车工厂 或者是做汽车的部分品的工厂 也有做卡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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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是The General Motor 这每一家屋顶上 你都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烧热水的太阳能发电 不是发电 太阳能来热热水的一个水 TEC OK 因为他们不是很冷 所以那个冬天的heating 比较不是问题 所以一家只要可以有水洗澡 就不错了 那这个是晒野岩的田 常常都会有绿绿的颜色 这里是风很大吧 可是另外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收垃圾的这些公司很贪污舞弊 又一天到晚吵架 劳资不合 所以常常这些garbage 就到处飞着无可收拾 这个是特别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别处看不到的 他们的男孩子13岁到18岁的时候 要去一个特别的郊外的地方 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离开家 然后就要开刀 就是他要做一种 叫做circumcision 我们需不需要再讲下去 OK 所以他开了刀以后呢 就要保养 可是他又不能跟家里的人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都住在这个野外的这个帐篷里面 而他们常常把脸或者身上都涂成白白的 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们不可以走近来看他们 所以他们要就是这样子修养 这就是变成一个成人 成人礼了 只有黑人还不可以 是黑人的传统 那像犹太人也有同类似的这个东西 可是他不是这样做 他一生下来就开刀 然后就就好了 那个小孩根本就不晓得痛就是了 那犹太人也有13岁的时候 有一个成年礼了 叫做Bal Mitzvah 他们这个是黑人的习俗 就是他们还没有接触到任何其他文化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是这样的了 这个呢是烧车胎 我们知道车胎烧起来很污染 非常污染的 那里面呢就是因为有Steel Belt 里面有钢铁可以回收 所以他们就这样烧 那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风很大 一下子根本臭味 通通都吹到别国去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他们就到处都在烧 很多很多地方在烧 可是当然这个气就都在大气里面 我们大家都会呼吸到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一种野花叫做Lombego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台湾也是满街都是的 这是他们就是本地生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在北边的一个山脉 可以说从约翰尼斯堡一直下来还要再过去 都是这一条山脉 这个因为我还在讲城里 所以我就把后来回来的时候看到城里的情形 也放在这里一口气讲完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的海边还没什么人 可是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就挤满了人 车子买 就是人跟车都非常多 大家都来海边因为放假 这些摊子也都摆起来了 到处都是人 这里还会有表演唱歌什么的 这可能是因为我要把这一段讲完 下一段再来讲这个动物 所以我又再接下来讲 就是说我回来以后 从我的旅馆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就走到一个supermarket 而看到一些supermarket情形 它叫做summerstrand village 这个pick and pay是最常见的supermarket 非常大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些车上 红红绿绿好多颜色 这个身材老人特别怕热 这个是supermarket外面公园里面的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纪念在各个战事里面上升的军人 最早的时候它建这个是纪念一个1838年被诸鲁人杀掉的一个荷兰的军人 而这个朱鲁的这个国王不久又被荷兰人杀掉了 可是后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牌子它是原来是这样的目的 可是后来就一直加把各方面的打仗的人统统都加在里面 这是一个最早的人的 OK 现在我们就要去看动物了 现在我们就要去开动物好 现在我们就要去开动物了 很多 usual 我们现在在Porty Littlebath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他的乡下的 大概这个地方 去看大象保护员 这个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入口 你可以看到他的国旗还是降半旗 因为Nelson Mandela 5 号才去世 不过已经11天了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象的骨头 谢谢 象的头骨放在那个地方 在门口 我也看不清是一个还是两个 应该是两个 这个地方的植物的种类非常多 就是说热带的寒带的 雨的地方的干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就是说世界上 你如果把植物分成五类的话 他五类都有 这是他发的一个文章上面就有他的地图跟哪一些地区是做什么的 这个公园跟我们看的其他的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他有好多这种有教育性的地方 他有一个像博物馆的地方 还有一个可以看动物的一个棚子什么的就是有集中在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camp的地方就有好多可以看的东西 当然另外你就要坐着车出去看动物 当然这天就下雨了你看 下雨的话你就没办法照车外面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相机是傻瓜的话 他就不晓得外面有东西可以看 他一看看到车窗他就focus在那里了 不过好在呢我并没有下很多雨 那有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把车门打开 大家都伸一个头出去照 可是后来也就晴了 这个牌子他在说什么呢 他说你的车轮不要压到 Dun Beetle滚的球 所谓Dun Beetle我们叫屎枪狼 就是这种甲虫他把那个土跟那个牛蛙的大象的分别 这样弄成一个圆球 然后一直滚一直滚 那这个里面呢就有他的蛋 所以你如果压过去就对他不好了 另外呢他里面有一些有刺的树枝什么的 你就可能会车摊会破掉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牌子 这个是在这个云雾中 我们就看到一只大鸟在这个树顶上 它叫做Jekyll Buzzard 是一种鹰类的 据说呢所有的这种鹰类的 我们叫做Birds of prey 就是它会去抓食物来吃 来做它的抓动物来吃 那这种呢我们就叫做肉食的动物 如果它是草食它就不会去抓动物了 那它要抓呢它的这个翅膀的下面 一定要是黑颜色的白颜色的羽毛 这样这个动物在地上呢 就不会觉得有一个鸟要来抓它 所以这是它想办法骗这个 比方小老鼠还是兔子什么的 所以它虽然看起来是个黑鸟 它张开翅膀底下是白的 这个像就在这个路上 这个雨下的蛮大的 那你们车子要等它走吗 那当然要等它 你不能去赶它 他们都有right of way 这一下子鱼就过了 这是野的吗 或是养的 全都是野的 就是说它围住这个范围里面 它也不喂它 也不杀它 就是让它自己走来走去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非洲象的两个 我也不大清楚 你说非洲象比较大了 还有什么 好像耳朵 耳朵也比较大 还有什么我不晓得 我知道一个故事就是 这边的动物园以前不懂 就把一个非洲象跟的亚洲象混在一起 时常会造成种族 种族 不知道会不会 这个很小 所以我们看大象看了很多 而且很接近的 这个好看 这叫Kudu Kudu不是最大的银羊 还有比它大 像伊兰就比它大 它身上有一些白线 就像斑马一样 是一种迷彩色 它站在那个树后面 就看不出你有个动物 这些树枝都是有很多刺的 有刺多半是因为气候比较干燥 这些叫做Egyptian Goose 是埃及来的 你如果到伦敦市里面 它的花园 公园里面 都有很多Egyptian Goose 跟很多其他的鸭子 什么 英国人非常喜欢的 研究这个自然界 那以动物来说 它们是大概世界上 最爱动物的人了 你这样子一看 你可以看出来是Egyptian 还是这个Tanadan Goose 看得出来 完全不一样的花纹 脸也不一样 身上的毛也不一样 这个鸟呢 叫做Pail Chanting God Shock 是一个老鹰类的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看到它 这个是一个公的Kudu 所以它的这个角很大很大 它的第一个圈圈是两年半 然后每年又会再继续长下去 每两年就多一个圈 所以这个就有四五六年 而且它这个地方有点白白的 好像很多现在的球员都喜欢学这些动物 这样有涂一些黑的白的在脸上 它都有它的作用 一方面是看起来样子很威武 还有就是看它对太阳的反射还是怎么样 如果我刚刚在看的是关于这个Chita 它这个地方就是黑的 它这个是它的太阳眼镜 这样它可以看得比较远 这一头是很漂亮的 这是一个水牛的骨头 那个小的很小啊 这些水塘有很多是人特别去做出来的 因为它们旱季的时候 动物非常需要有水塘才能活下去 所以你要看动物的时候 常常就去找这个水塘去看 就各种各样动物都会来这里 像这个Heron 当然就是一定喜欢水的 Heron Heron我们叫什么 是露丝 是露丝 可是不是白露丝 这种是灰的 这个大概叫做 Great Blue Heron 大蓝 Heron 也许就叫鹿好了 那有比它小的叫做 Night Heron 就是夜鹿 那白的就绝对不会长这么大 这个大象也来喝水 这个叫做Spoon Bill 所谓Bill 就是鸟类的嘴巴 就叫做Bill 就是我们说脏带这个B-I-L-L 那它的这个嘴巴呢 像一个条羹一样 扁扁宽宽的 所以叫做Spoon Bill 这个叫做一个Black-backed Jackal Jackal我们叫做豺狼 它看起来就好像上面 批了一个Spoon的样子 这个图里面有好多只鸟 这一只 这一只叫做White-faced Whistling Duck 就是它会叫的声音 像吹口哨一样 咻咻咻的 那这个叫做Black-smith-backed Jackal 那这个叫做Lap-wing 这一类的鸟 很多叫做Lap-wing 而它是一个像一个做铁匠的人 当然 因为它身上有黑的白的 很明显的 那这里有七只小燕子 一二三四六七五五五五五五 它叫做White-throated Swallow 就是说它的喉咙这里的毛是白的 这是一个油猪 就是长了流的一个猪 叫做Wardhog 这里有两个 这个叫做一个海因 据说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们说一切不错 这个是个海因 而且不只是看到海因 还看到好几个 还打来打去的 他们是在水塘离远的一个山上 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很清楚 你看现在就有两个 然后又有三个 这个是个油猪 所以这个海因就赶快跑掉 大概他们打不过油猪 油猪因为它有这个脚 所以比较会打 那又回头看看 海因啊身上是有很多黑点的 这一只还很大了 实在看起来好像好多只的样子 数都数不清 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鹿 现在就飞走了 飞起来很好看的 我就是很喜欢看大鸟飞起来觉得 这些人是讲法国话的 我们是坐在我们的巴斯里 他们是坐在GIP里面 所以下雨天就比较辛苦一点 这里有好几只Spoonbills 我们在Costa Rica看到的Spoonbill 就不是African Spoonbill 它的那个嘴巴是叫做Rose Colored 是玫瑰色的 这些都是Spoonbill 可是因为照的角度 你就看不出它的嘴流那么宽 是 可是它比较大一点 当然嘴巴是不只尖的 我们在Costa Rica看到的白露丝 就有三种 有的是黑腿的 有的是红腿的 还有头上有什么很长的管的 那个是叫做Snowy Egr 特别大一点 全世界的鹿丝很多种 而且很多都喜欢跟牛住在一起 这个乌龟我们倒也看过好几次 啊 斑马 斑马看起来很潇洒 不过我觉得最好看就是长颈鹿 我觉得它好漂亮 这个呢 它的这个花纹在这里 有点乱乱的 就可能它被狮子或者什么咬过了 以后又慢慢长好了 所以这个花纹就受到破坏 这个地方的斑马 它的这个黑腺一直整个肚子都有 如果我们再往西边走的话 那里的斑马肚子是白的 你们的车子在里面开这个 有没有动物来攻击吗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不过我在YouTube刚刚有一个车子 被那个大象推着 一只翻一只翻 那很少见的 它们没有栏杆 我们就是一个 路上没有栏杆 那个象什么就这样走来走去 对 我们是开头有一天是坐在这个Jeep里面 后来坐Bus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看得也很好 特别是下雨 特别不会临到雨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老鹰 现在就看得好清楚 它这个花纹颜色都非常漂亮 结果我们正在照的时候 它就飞走了 然后它就飞到那边去 又停在那里 所以很多的老鹰都喜欢停在 最高的点 而不会在那个很多树枝里头 这样比较好照相 那个什么狮子什么的 我们一直等一直等 它就是躲在那个树里面 怎么样都照不到它 这些是Keto egress 所以是白露丝 而且它是会跟其他的 哺乳类的动物在一起 都是一大群大群的 这个是这个就很少看到一大群的 都是看到一只的 叫做Gray Blue Heron 我们这边都有了 凡是有池塘的地方都会有 我在这个什么Bitter Lake啊什么都看到过 它把那个脖子缩起来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它很大 它飞起来就真的是很大 这里有三只鸟 都是同样的鸟 它叫做 背上有花纹的Mouse birds 所以大概它会吃什么小老鼠吧 这个宫的油猪它脸上就有四个瘤 这样的四个瘤 里面就有一个油猪就是Hoopy Goldberg演的 所以是有点奇怪的个性 它好像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的样子 这个是Hoopy Goldberg的鸟窝 它自己去携泥除草来做成一个窝 这就是好多白鲁士了 这个是个白脸的Whistling duck 这个好 这个因为我们它有一个像休息的 就是开车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离开这个路 就到了一个像阳台的地方 那个下面就是这种鸟 所以我们就站在那里这样看 所以可以照到这么清楚的 其他的都是比方说我们旅馆 然后这边有一棵树 那都好远好远很难照相的 你这样看他们个个都长得很像 可是仔细看就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叫Village Weaver Bird 有的叫做Cape Weaver Bird 有的叫Spectacle的 就是有的是这样像戴眼镜的 这条是黑的 有的是这边又是黑的 反正是你没有拿了一个书 这样比来比去 这边简直是剃不了有这么多不同的 这个跟我们那个Jade Plant 或者Jade Tree长得蛮像的 这种都是像天人掌类 它可以俗存很多的水在里面 就是都是干的地方有的 这张照得比较好 你就看到见这个露丝它有的地方 是有一点浅褐色的颜色 很多的Cato Eagle都会有一些咖啡色 我在Maryland那边 它们就是背上有一块咖啡色的 所以世界上有多少路斯 恐怕数都数不清 这个鸟特别好看 我说的就是车子停在这里 我们大家就站在那里 那这个我们的前面呢 就是有好多weaver bird 那边就是一个池塘 所以好多的水鸟都来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一个保护区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有各种各样的建筑都集中在一起 有各种的教育意义 这是一个 我要像吃饭了 又是厨房 就是可以开会的地方 Convention Center 这有各种动物的头部 可以比较它的长相 这是一个 做成个像的样子 你坐在里面 看别的动物走来走去 那些动物就没有注意到 你在看它 像这种植物都是芦荟 它们这边的特产是芦荟 这个树跟这个榕树很类似的 都算是五花果树 这些建设都是国家公园的 对 它是国家公园的 公立的 这是一个叫做Armstrong这个人 他发明了一种坚固的 大象都没办法破坏 就是这个 他说是我推不倒 我也不大相信 就是 这个是说这个双曲线的 这种像镜片一样 把声音可以反射 它是说大象可以互相这样 在远距离里面 传这个声音 所以你如果到这个地方 就是 这是一个凹的镜 或者一个凸的镜 它在这些小路的镜头 就会有一个小建筑物 你就可以躲在里面来观察动物 就要大家不要讲话 在里面倒是空空的没有人 我就坐在这个里面 就照了下面这几张照片 这个是个Egyptian故事 你如果仔细看 确实跟我们这边可能一定不一样 这个也是我坐在那里看到的 这真的很好看 这个就是他因为 穿着这个黑白的衣服 像是一套Tuxedo 所以他就叫做 好像他是一个 受税的人 或IRS的员工的样子 所以叫Fiscus Shrike Shrike是这种鸟的名字 而它这个小树上也是像一个Jade Plain 不大一样就是了 这很大的一颗 它在吃东西 这个是要你从它们的脚印来认 哪一个动物刚刚走过 那你这样一共几天在南非 我在南非二十天 这是我所有的旅行里最长的一次 所以而且它这个国家 也是有很多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可以让你看 所以很值得看 你就可以像福尔摩斯一样 做种种的结论 就是只要仔细地看地上就行了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脚印 它的味道 它的粪便 或者是说 它把这个树枝跟草 经过的时候 也许折断了树枝 或者把草压的这些 种种的事情 都可以让你知道刚才 经过的是谁 这就是一个像博物馆的地方 也很多就是local的人来这边玩 这是一个看鸟的房子 这个是要看什么鸟呢 看的这种鸟叫Red Bishop 就是红衣主教 那这个也是一种weaver bird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是黄的weaver bird 好多种不同的黄的 而红的就只有一种 它的长相也不大一样 可是做的窝都很类似 所以叫做Red Bishop 你这样看 就是从这个缝里面看出去 就对着这个沼泽区 上面就有好多好多的鸟窝 我想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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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迷远看就蛮小的 那如果要仔细看就是这样 还蛮可爱的 它也有黄的 那就 可是就很少照得到很清楚的 然后从这边再走过去 离这个路没有几步路 就是一些住的地方 这些就是当地的野生植物 这些都没看过 可是这个是Geranium 跟我们的店里的比较不一样 可是还是是个Geranium 它就在野生的这样到处爬 Geranium我们叫天竺葵 这个是Long Bagel 我刚刚说台湾很多的 就是开这样的浅蓝的花 然后结一个橘色的一个小圆圆的浆果 我上次去加州也是看我的朋友家 街上每一家都有这种植物 中文叫什么 我不知道了 可以去查查看 现在要查都很容易 只是没想到 这棵树蛮好看的 或者说这几棵树 所以我们这里就在停车场 然后我们就上车了 上车以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公园 可是还在外面 也还继续看到其他的动物 这个就是一个伊兰 这是我们以前还没看到过的 它是一个比这个Kudu 还要大的一种羚羊 这些都是到处乱跑的 这个是我刚刚提到 这三个斑马肚子上都是白的 所以跟那是不同种的 这个鸵鸟也是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过鸵鸟 这是最早看到的 可是后来我们要专门去看鸵鸟 那就是几百只鸵鸟 都可以同时看到 这个也是在公园外面 长颈鹿就这样随便走来走去 OK 像你刚才去的这个公园里面 这个local的人 这个他要付多少钱 你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拿 我没有找到它的那个价格表 不过很多的地方会 local有不同的价钱 对 那你是从美国参加tour 我参加的tour是一个美国公司在 我们都是从美国各地飞到 那个尤雅林斯堡然后他的导游就在飞机场接我们 要飞多长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飞过那么久的 我们从Atlanta飞过去十七小时 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没有直飞 直飞 做Delta就是他从Atlanta是做他的base 所以我们从这里飞到Atlanta就已经要五小时了 然后再做十七小时 就做到后来就人就僵掉了 就做到后来就人就僵掉了 就一块骨头 所以我们就在Port Elizabeth停了两天吧 其中就是在城里面随便逛逛 然后主要就是去这个大象保护区 然后我们就坐了车子就要开到Neisner去 下一个地方叫做Neisner 所以这一段呢 这个file讲的是从Port Elizabeth到Neisner 坐在车上看到的东西 所以不是比较没有什么很大的景点 可是还是有一个就是了 在这个图上呢 我们就从Port Elizabeth开始往西边走 那这一条路呢 我们要去的地方在这里 这一条路叫做Garden Route 他们都喜欢取一个漂亮的名字 据说大概是德国靠近慕尼黑那边 他们有一年想了一个办法 把他们那条路叫做什么 I forgot Enchanted 是什么 或者是 取了一个好名字以后 结果就很多人来 所以大家都想办法取名字 所以这一条路就叫做Garden Route 当然你在上面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Garden 因为都是野生的了 不是人种的 可是风景蛮好 因为一路都看得到海边 而且他们的植物确实是种类非常的复杂 那这个Garden Route呢 是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 这个地方叫Heidelberg 那是跟德国来的名字 那我们呢 就从这里走到这里以后 就离开了那条路 就继续往这边走 所以下一半的Garden Route 没有走到 而是只走前一半 这里面我们有些地方 有的就根本没有名气 而不是在地图上的 这是因为峡谷很漂亮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吃午饭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Saint Francis Bay 我们也没去 不过我们有一个同行的人 后来他去了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前半的Garden Route 那我们在这条路上 经过停下来的地点 第一个是一个峡谷 叫做Storm Gorge 第二个是一个野生峡谷 只是人家在这个峡谷上面 跳Bungie Jump 人山人海 大家都跑去看 可是只有一个人撑掉 不过我想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只要有游客过 就会买东西就是了 如果我的话 我们很多人都是说 他应该收门票 这样他赚的钱比较多 可是也许收门票 人家就不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听导游说 还有一个地方 叫做Taniqua Wildlife Awareness Center 它是有这个 比如说捡到一个受伤的什么动物 就把它带回来 然后就把它养好 那这样的一个保养的地方 它里面搜集的有好多几种动物 可是最特别的就是所谓猫类 就都不是狮子老虎了 而是像豹 好多种豹 有cheetah 有leopard 还有很多种都没听过的名字 那可是他是要15块钱门票 还是18块 它不包在我们的行程里 那我们的导游就介绍这个地方 然后说这个我们时间上也很够 所以大家要去的话 可以自己付钱 结果我们就投票 大家都愿意付就去了 最后就是一个吃午饭的地方 叫做Plattenburg 是一个海边的旅游区 这个是一个灌溉的运河 这是我们既过的一个桥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私立学校 他说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常常跑到桥上来自杀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桥呢 做成这样的保护的栏杆 让它跳不下去 另外呢 就在这个桥的外面 就看到一些 Jesus loves you 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 常常都可以看见这个海在这里 到底是什么海 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我以前以为这边已经是大西洋 说不定还是印度洋 反正就是这两个洋 在这个地方交界 而且他不是说天天都是在这个地方 而是会移动的很多 所以这个不是印度洋 就是大西洋 这个远远看到的我刚刚说 这个海湾叫做Saint Francis Bay 是一个普通的城 我们也没有谁去 没听过谁去 不过我们的这个旅团里面就有一个人 他看过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The Endless Summer 就是介绍全世界各地滑水 怎么说滑水 是不是叫滑水 Surfing Surfing 他就把这个做电影的人 他去全世界到处访问 看各地的浪 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 世界上最好的浪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团里就有一个人 他说他决定要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等我们的团结散了以后 他就跑去看 结果他说 就连一个小浪都没有 完全是平平的 当然要看天气啊 是种种因素 Surfing 有中文是叫冲浪 冲浪 冲浪 对对对冲浪 这都是牛了 这大概是所谓肉牛 不是乳牛 这个因为他们的风很大 所以用这个风车来抓电 他说是才刚刚见了两个月而已 就是一边是山 一边是水 所以这风景是很不错了 不过你看是 一点都不是个garden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停下来 我们说喝咖啡啊 或者说是上厕所 我们的车就停在这边 这里主要就是加油站 可是这个左边就有一排店铺 大概有八九个店铺 也可以买纪念品 而这个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要来这里的时候 刚刚经过了 然后来停在这里的 那我们就可以走到桥上去看这个峡谷 你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桥的两边 它都做了行人道 而且有很好的铁的栏杆拦住 不会被车窗 所以从这头可以走到那头 但是大部分的人并不要走到那头去 所以它这个中间底下有一个通道 你就可以看看这边 然后再走到那边 因为这个来往的车又不少 而且开得非常快 所以这样绕过去就比较安全 这有个牌子 1954到1956年间的 他说它这个 离这个水面是405英尺 我最近去Mont Rainier 有个地方叫Box Canyon 你们有没有去过 就是那边 在这个Paradise的东边 有一个经过一个峡谷 也是像这样 这样还要直直地切下去了 你站在那个桥上呢 他就说我们这里 离水面是150尺 然后你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桥上 他写我们离水面是180尺 那这个是405尺 就是有它两倍多 是蛮高的 它这个桥长630尺 而它的这个拱桥 两个柱子中间是330尺 大概世界上是旧金山那个桥的 两个柱子中间隔得最远吧 那现在我们就在桥上走走 慢慢就会看到那个水了 那刚才看到的这些 都是从这边的店铺里 很多人家里都会做了这种的 也不是码头啦 也不是阳台 这个叫做观景台 都会从店里下去 这里就看到那个底下的水 流得很急的 这个是从桥的底下就可以走到它的对面去 这个也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什么 我们叫它海域 这种Cala Lily 是很好看的植物 也许是野生的 汪老师也没去过Deception Path 有 有 有点那个风味 是是对 现在我们从这个桥的另外一边往外看 这个就对着海边的方向来看 当然也是一个很深的峡谷就是了 这里是它的旅游观光局的广告 这是一把它店里面的花 这里面最主要的花都是Protea Protea是他们的国花 我最早的时候在澳洲看到的 现在当然夏威夷也有 可是根据这个Internet的说法 是南非呢 就是非洲的南边是远产地 然后才会引到夏威夷跟澳洲去 那它的一种长处特点就是它 耐旱 就是天气很干燥它还是可以成长 很好看 而且这个花一踩下来可以很久很久 可是它你摸起来就是很硬的 不是那种男人想像的花那样软软的 而且它的种类也很多 结果我今天发现它叫做海神花 因为这个Protea这个字是从希腊神话里面的海神来的 而它说是因为这个海神它有这个魔法 它可以随便改换它的形状 所以你说属于Protea这一颗的花各种各样 有的跟它很不一样 而是这个南非这个地方是它的原产地 这个也是我以前不大看过 可是这边有的叫做Watsonia 你如果看到一个字叫Watsonia 你就知道给这个花取名的人叫做Watson 就好像福尔摩斯的那个伙伴 那个医生就叫做Watson 我们说华生医师 很多就是用它的名字然后加一个IA 比方说这个我们说鸡蛋花 在台湾现在叫缅智就是缅甸的智子花 就是夏威夷人用来做这个花圈的这种花 叫做Plumeria 那就是这个给它命名的人 它的名字叫做Plume 那如果是说我紫微花叫做Wisteria 可是这些人都大概我假设它通通是男人 可是都是用它的姓 可是你把它后面一架 这个字就变成好美好美 你说是不是Wisteria Plumeria 或者是Watsonia 我最近还看到一种野花 我姐姐去一个野生本地植物花店 买的这个叫做Luisia 结果它就是named after 这个Luis and Clark 的这个Luis 我想Luis and Clark 是很普通的名字 可是Luisia 就会比较漂亮 那这个呢就是有的是 这个Hybrid 花比较大好看 而这个野外生的花比较小 满山都看得到这种花 这是我们经过的第二个地方 就是一个跳Bungie Jumping 的地方 这个卖纪念品的店很多 做成一个像当地的土人的村子的样子 那它就特别做给我们看的人 有这么几个阳台 就对着这个桥 刚才那个桥很像的 那这个所谓的峡谷也是长得蛮像的 就好像我们在云南西藏那边 很多的峡谷就是往南边一条一条的 就有什么烂沧江 怒江 伊洛瓦底江 有这些就是因为这个山很高 然后有水就这样日子久了以后 就划成一条条的峡谷 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在桥的正中央 就有人在那里准备要逃 这个帮他忙的人好像还很多 设备非常复杂的样子 这里你就看到他这里掉下来一根绳子 从这个桥中间下来 然后他每隔多远就有一个小旗子 你就看得见很容易就可以看见 如果他没有弄旗子 你就看不出他在哪里 这是两边的山 是很好看 这里有一个楼梯可以通到桥面上的 而这个海就在不远的地方 你看这个海哪里去了 OK 我就把它这样 就是这个海 我就可以把它放大了 就可以看到真的是海边很清楚的样子 其实是并不看不见的 这个是他下面的这条河 刚才那个水 现在这里也不太急了 你就发现他那个水的颜色很深 所以大概是一些木头烂 还是什么就出来这些颜色 结果那个人就崩下就跳下去了 我也没找到 哈哈哈 我就只找到他掉在那里 他就已经跳下去了 哈哈哈 我们在那里等了好久了 所以注意他忽然就跳下去了 哈哈哈 他好像说这个是全世界 最长的一个跳 Jumping的地 我是不去跳的 哈哈哈 我们在约翰尼斯堡的时候 他的那个发电厂 就有两个像那个很不发电的 他中间就在跳Bogy Jumping 可是他说65岁以上免费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我们回到车里以后 我们导游给我们看 他说这个料子就是他们用来做 那个Bogy Jumping的那个绳子 哈哈哈 这里是松树 松树不是他们本地的树 他们引进来到处种 取他的木材 后来发现他们的气候不适合 就是冬天不够冷 结果长出来的松树 没有这么强的力量 做木料不够好 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小村子 这个村子是以前欧洲人来非洲的时候 就在这边传教 然后就有一些 那时候因为种族隔离 所以这个小村子是所谓有色人种住的 而不是黑人的 那有色人种就包括像亚洲人 印度人特别多了 还有就是他们本地的不是黑人 而是有色人种 你如果仔细看他们本地人的皮肤是一种鲜色的 就是不是真的深黑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下去另外一个村子呢 那个才是黑人的村子 黑人的村子 黑人的村子 这个是房子漆了好多漂亮颜色的 是个黑人的村子 现在我们要去看的就是看动物 这个被救回来的受伤的动物被他们保养 它叫做Teniqua 而都是在笼子里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物园一样 不是让随便走的 这个好像也是Egyptian duck 这一种动物都是猫类的 就是会肉食动物 这个猫叫做Caracal 它都还蛮合作的 照了好几张 另外几个就照得很不清楚 那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导游 他带着我们走这个路 那这些植物都是当地的路 你常常 当地的植物 它看起来 因为它很干燥 所以很多叶子都银色 这个又照了好几张 它就比那个豹要小一点 可是比猫又大 它就介绍我们这个植物 它们叫做Everlast 那这个植物 那这个植物在我们这边叫做 Pearly Everlasting I'm sorry 我们叫它做Pearly Everlasting 而在中文里面叫做瓶 朝字头一个瓶 这个瓶 这个瓶就是我们诗经里面 就已经有这个词了 所以这些植物是 虽然是这里是本地 可是在华盛顿周 也是本地的植物 在诗经的时代 当然也是本地的植物 这是第二种猫类 它叫做African Wild Cat 好像长得比较小猫 可是比猫也是大一点 可是比刚才看的那个Caracal 又稍微小一点 可是它就只不听话 不让它照相 我们看到它好久 它有时候走来走去 可是照不到一片 这个是企鹅 这个是企鹅 我们一般人 我们知道北极是没有企鹅 只有南极才有 可是我们所看的南极企鹅 大概是澳洲 澳洲有所谓的Fairy Penguin 小小的 那那个阿根廷下面也是有 南极周当然有了 像这种Monarch 什么Emperor Penguin 那是很大的 这个是唯一在非洲有的企鹅 它个子蛮小的 然后我们再过几天的话 我们就会去看它原生的地方 他们叫做一个colony 就是它自然繁殖的地方 那就有很多只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澳洲的比这个长得要 cute 这又是一种猫类 它的名字叫Cerval 它是世界上第二块的动物 最快的叫做Cheetah 可是我们看起来也看不出两个长得有什么不同 也许大小什么都有一点不同 可是这个Cerval是第二块的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Cheetah 但是我现在被困住了 OK 这个导游就继续走 就是说它的那些铁丝网拦住的里面是动物 那我们走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外面了 现在这里叫做Baboon Baboon是不是叫FayFay啊 这个Baboon因为非常地很淘气 它会想尽办法到处乱跑 所以它的这个笼子要做得很好 而且上面要有高压点 它很活泼的 而且又聪明 是啊 它们也是有着所谓社会的规则 谁是老大 是别人都得听它的 这个是它的高压点 这个是我觉得好美好美 而且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的一种鸟 是一种浅蓝灰色的一种鸟 而且它全身非常的平滑 曲线都很柔和 这个叫做Blue Crane 是它们的国鸟 好想摸摸它的头 现在下一个就是Chita Chita是世界上最快的动物 可是它那个速度快的时候 只能20秒钟 它就没有力气了 它可以从 从静止 变成100公里 一小时 3秒钟就可以这样 所以比我们最快的车还要厉害 所以比我们最快的车还要厉害 而它不大会爬树 就是各种动物都有它不同的长处 这里是没有狮子 所有的这些你看到的猫类 它们都是跟狮子老虎一样的类 可是狮子呢 它也是一种社会性的 就是有公狮子一群母狮子什么的 可是它们呢 你从很远 一看就知道谁是公的 谁是母的 所有的其他的猫类 你都不能这样子看得出来 狮子的头上 公的有好多好多的毛 它们叫做猫 就是一看就知道 母狮子就是光光的头 那我们就来到这个 猫类的地方 这个整个给它 好大一块地方 来放这个猫类 那中间我们就 不能随便走进去 就有一个过道 这个过道 都有铁丝网拦住的 可是偏偏它就不知道躲在哪里 我们找也找不到它 所以我们就去看别的 后来又再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它了 它就在这么大的一个笼子里 这是一对 双 怎么说 双胞胎的 这是奇塔 这两个是兄妹 或者是姐妹 还是什么 他们只有五岁大 那他们两个就在那里睡觉 一直睡一直睡 他就把头拆起来了 你就看见他的这个 鼻子两边有这个黑线 而这个导游说这个黑线 就是他的太阳眼镜 所以他有了这个黑线 他就可以看到五里外的地方 就不会被这个脸上的这个 反射的光 扰乱他的视线 这个其实我们看起来也跟这个 蜜蜜很像 蜜蜜比他大一点 所以除了身体大一点以外 他所有的这些黑点 都比那个奇塔大一点 你看这个的话 OK 刚才在这里 这个就比较小 而且好像就黑黑的 可是蜜蜜那个黑点以外 还比较复杂的样子 像是一个脚印 那我们就在这个过道上走了 就看到他了 现在我们就离开刚才的那个地方 就经过刚才那个传教的村子 这时候就有好多的牛走过 那些牛背上呢 就涂了颜色 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的蓝的 有的红的什么的 结果我们就去问那个人 赶牛的人 他说 蓝的是公的 绿的是母的 粉红色是怀孕的 涂在他的后背上 就是很大一群 现在我们就要去吃午饭了 在这个地方叫做Plattenberg 他就在海边 那船屋里那么多船 那个好像是怀孕的 在哪 那我们刚才那个 对 这些应该都是度假的 有钱人的船 私人的 不是抓衣的 哈哈哈哈 知道 正上 我们到这个旅馆 我们到 艾勒 OK 这个旅馆叫做 艾勒 很冷的 他们这边有一个人在这里推沙 好像是他怕沙越来越少了 所以要再加一点沙的样子 我们就坐在这个房 的餐馆里面吃饭 因为看那个旅馆很大很漂亮 以为很贵 结果菜也不是很贵就是了 我不知道 我们根本就没有经过他的正门的 lobby check-in 就直接走到他的餐馆去 然后这边好多好多的游客在海边吸水 然后呢我就在这个海边从这头走到那头又走回来 结果第二天我全身都红了 黑了 因为我换一个衣服 这个地方就一个黑领子 脸上 手臂上全都是晒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阳光不知怎么 比我们西雅图的要厉害得多 那这些小孩不是这样子吗 我是什么防晒油我都没涂 不喜欢涂就说 这是 这里当然有人在游泳了 他还有人在snorkel 这个还带着氧气筒 所以那是scuba diving 另外就有人在那根石头上钓鱼 也这里有鱼竿放在那里 这个浪还不错 所以还交了几张浪 这个浪还不错 伟章建筑叫做informal housing 就很破烂了 我们今天的开车就停在这个镇 我们在这个镇上要住三个晚上 这个镇叫做Naisna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 可是他说是他们全国里面旅游 就是本地游客最多的 大家放假都想要去这个地方玩 在海边 是的 你刚刚看到那个不是海 可是是海的旁边的 就是河流的三角洲入海的地方 我们好像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Naisna的城里随便看看 这个是地图 我们从这里出发去看野生动物 经过十瓦寄来 然后坐飞机从这里飞到这里 最后就到了这里 所以就已经大半的时间都已经过了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看它的四周成立的情形 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 它有两个小博物馆 都是免费的 所以都是很简陋了 可是我们主要有一天要去的是 这个Osmo 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不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而是鸵鸟最多的地方 这个鸵鸟也是在人类的经济上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它在大概十九世纪的下半年的时候 忽然一下就变成大发财的东西 所以全欧洲都来这里买鸵鸟毛 鸵鸟毛比金子还贵 可是后来就忽然一下没有人要了 就穷了 然后又过一阵子又有人要 又发的比上次还要厉害 最后就 现在就没有人要了 是很漂亮的一种毛就是了 不过现在 连穿那个皮衣也不能穿的话 戴普鸵鸟毛就不行了 可是它还是现在继续在养鸵鸟 主要是一是用来做食物 就是吃它的steak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皮 可以做皮包啊什么 皮夹子啊什么的 这个价钱相当不错的 就是一个小钱包要美金一百块 一个大的包包就要五六百块 这类的鸵鸟比澳洲还多 是 我想澳洲可能是后来才有的 我不清楚了 可是他们是在鸵鸟最盛的时候 大家都是来南非买鸵鸟 那个澳洲的鸵鸟跟非洲的鸵鸟是不是不一 一个是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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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种鸵鸟类的 可是比较小就是 那他们鸵鸟的毛是干什么 坐在帽子上 也有坐扇子的 你看那个 白天的鸵鸟 Bin Crosby 跟谁 Danny K 两个人 他们假装是女人 就拿了那个大衫 就要挡住 可是以前的人是 就一两根放在帽子上 就很漂亮 可是等到汽车发明以后 这种帽子进不了汽车 所以就没有人带它 我们有一天就是去这个Ozor 另外还有一天就是去这边 在海边看它的山上的风景 跟动植物 所以在这个行程上 已经快到最后了 可是这最后Cape Town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站 我们在那里住了四天 那个可看的东西多极了 如果我可以想象 一个人到南非去 就只去Cape Town 因为实在是太多东西可看 那在Nicena 那我今天讲的就是Nicena 这个城里面的情形 然后我们就为了要去看鸵鸟 这里是鸵鸟 就是经过这里这里这里 最后到鸵鸟的地方 所以这个路上的风景也很好 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去这个Fatherhead Reserve 这个城呢就是这样小小的 事实上没有几条街 那它这个二号路这样穿过去 那这个二号路的北边就叫Uptown 南边就叫Duntown 那所有的游客呢都是在这个海边 要说海边呢也不见得 因为海在这个底下 中间是一个大湖 这个湖呢大概是半咸半淡的湖 所以海是在底下 那我们的旅馆都在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呢这边跟这些游客没关系 他们的商店也是给自己开的 所以那边的商店五点钟就关门了 那下面呢这些人就很多店铺啦 他们的好像七点关门 可是呢这个游客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开到半夜 特别是吃饭啊什么的地方 事实上从这里这样走一大圈 也不要半天的时间 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走完 所以是一个很小的镇啦 当然我走起来还是路上一直看一直看 你要真的就跑一圈 说不定十分钟就跑完 那这个地方呢南非很多地方一样 它的教堂呢最早就有Dutch Reform Church 就是荷兰来的新教徒 然后就是英国来的Anglican Church 他就是英国来的新教徒 那当然其他的法国 法国来的其实也是新教徒 因为他们法国人很少人到外国来那时候 可是后来他们在国内被迫害 被天主教迫害的时候 他们的新教徒也到这里来 那还有就是德国的 好像德国来的也是新教徒 就是路德派的 所以他的很多很多的教 另外还加上天主教 就是说天主教的教堂也有 而这些所有各地来的新教的教堂都有 所以是很复杂的 那么小一个一下子就可以走完的地方 每一个教堂都不一样的派别 是很奇怪的事 那东西也蛮便宜的 你如果在旅馆里面往北边走的话 就两块到四块就可以吃一顿饭 你往南边走就八块到十二块 只要吃一顿饭 而他这个城里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English oak 就是英国来的橡树 因为他们那里的各种植物 都跟欧洲完全不一样 所以英国人一定要把他们自己的树种到这里来 所以那个大陆的两边都是种了很老的英国的橡树 很好看的 所以看了就觉得很奇怪是别人来的 这是我们的旅馆 它的特别的地方是中间有一个亭子 然后四周也不是很高的房子 是比较不像那种大旅馆的样子 这是我房间 这是我这个旅行里最大的一个房间 很大的一个房间 而且它的阳光真的是灿烂的阳光 窗户一打开好亮好亮 你们旅游团里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地方 呀呀呀呀 这边是客厅那边是我是通的 是比较摩登的设备 这是套房 那这个就是从我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海边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在街上随便走走 这个房子颜色什么有点特别 我说这个气候不是很热也不是 就说虽然热 可是不是说热的受不了 这又是一个圣诞老人拿着重浪版 这个我想是荷兰 这个所谓Africanern 他们的那种荷兰人到了南非以后 把他们的文字变成非洲化了的一种文字 这是他们的官方的语言之一 另外就是英文 这个我很好奇啊 就是一个礼拜或者说hair salon 我就跑进去看 因为他们这个80%都是黑人 所以他们的对头发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它里面有这些extension 就是接在你的头发上 让你那个头发长起来 它有这么多不同的extension 另外有这种多长了 编它的那个辫子的方法 我就给它照了一堆照片 这个叫做一个apostolic church 不知是哪一派的 这个在Los Angeles很多这个书 我们叫Jakarenda 可是如果你到南美洲的话 就要把J念成一个ha的音 所以A-Karenda 这是一个荷兰的教堂 他们的老一点的建筑 就会放一个牌子在上面 说它是哪一年建的 是保护的 有这种历史价值 那个圆圆的那个是一个天主教堂 我后来还照了好几张 这个是一个路上的中间的一个像安全岛的地方 它里面就有纪念第一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 跟以后的死亡的战事的人 这个我们叫做bottle brush 就好像洗刷子的花 这个地方是一个shopping center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supermarket 而车子不能开到这里面 他叫做woodmill lay 他就放了两个火车头在这里 因为英国当然是全世界一个有火车的人 所以他在南非 在印度 在爱尔兰都很早就建了火车 所以他们的火车头可能会比台湾的要老 这个又是一个pick and pay的菜场 这是一个小学 现在你就看到这个小学旁边有一棵像树 而我们路这边 你看到那个照片顶上 那也是同样的一种 就是所谓英国的像树 这是他结的果子 这是他结的果子 这个叫做theason house theason是以前的一个建这个城的元老之一 所以算一个有名的名字 像我们这边有Danny Way 什么这些名字都是早期来开发的人的名字 那他的这个海湾里面呢 有一个岛就叫做theason岛 然后我们走到那个博物馆 就看到这位theason先生的肖像 这个是一个尤加利树 它是这种paper bark 就是它的树皮是可以撕下来的 这个有它叫theumbrella thorn 它跟很多的荷欢的树都很类似的 是啊 那个刺很厉害喔 是啊 那个刺很厉害喔 现在我们说Neisner Estuary 就是说这条河流到这里以后 这是它的快入海的三角洲的这个地方 可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正好被两个 怎么说 两个小山围住这一整块地方 所以就变成像一个湖一样 那这个湖里面的水就 就有一点咸味了 那这个湖就常常用lagun这个字来形容 就是它叫Neisner Lagun lagun我们常常是说 在海里面的一个山湖交围起来的 一个很美的一种湖 所以他们把它借用来 一般来说这种不能叫做lagun 这是它的这个帆船俱乐部 在西方传统上 帆船俱乐里很有钱的 这就是所谓的海边 海边是这里最热闹最繁华 东西最贵的地方 这也是汽车开不进来的 这是整块一个木头雕成的 这里就有一个我们的国旗在那里 不知道是他们全部这样统筹办理呢 还是因为那一家是一个中国人开的 因为那个是叫做乌市餐馆 刚才我提到我们童行的那个先生 他太太摔跤的 他也是姓吴的 所以就跑去那里吃 这叫做乌市餐馆 这边是两边是分开的 中间是一个可以说运河还是什么 他们就在里面画这种船 这也算是一种英国的传统 这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吃饭 这个是所谓included dinner 就是不是我们付钱的 就在那个海边上 我们到的时候太阳还蛮高的 后来他就一直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吃的牛排跟一点蔬菜 跟french fry 然后吃的这个点心叫做鸡蛋布丁 这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吃饭 这个是我去过餐馆里最小的一个餐厅 就是这么几个桌子 我也不懂为什么 而且他不像人家那个面包堆的一盘一盘的 他就只有这么几个面包过一会儿 又没有了又要来夹 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可是很特别的一点我就在这里照了 有没有人看到 有没有人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是百香果酱 我以前没看过的 我这次去Costa Rica 有一天我们到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给我们喝一个drink 他说是百香果的drink 那很多人就没听说过是什么 那喝起来 是因为很便宜啊 他不知里面猜了什么 所以你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 然后过了一天 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给我们喝的东西叫做tamarine drink tamarine 我们现在中文叫做酸角 就是一种长长的豆子 很酸的 是中南半岛很多的 那这个有一个人他就喝了 他说 这个是passion fruit 他说是百香果 我说这个不是tamarine 不是 他说那我们昨天那个就喝的就是啊 他说味道是一样 我说不一样 他说可是都是甜的啊 还秀才遇到兵 有理讲不清 他说是甜的 所以都是百香果 这是我们旅馆旁边的一棵树 这个长得很有趣 全身都是刺 这是就在街上走路的一只鸟 它是一只Ibis 不过我在Florida的时候也是这种Ibis 会在街上一下就看到它 不过跟这个不打一样的 这个是我看到有些人走路 他头上顶的东西很传统式的顶 的 运东西的方法 这是我们旅馆旁边的一个小店 它是礼品店 它把这些小树枝做成一个圣诞树的样子 人家就可以拿回去摆在家里就挂一点什么 就当做圣诞树 这些小店因为招待游客 所以摆设都相当好看的 这是就在路上的一些植物 这个后来我们看到很多 它叫做sour fig 其实就像仙人掌一样很juicy的 常常在海边上 后来我们到了Cape Town以后 一天到海边就看到一群的Baboo 就是那种肺肺的猴子 他们就都坐在那里吃这个 就坐在那里 一直吃一直吃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这是一个监狱 这是一个报社 这个是一个小的博物馆 我就进去了 我刚刚说到它有两个博物馆 都是不要钱的 这个博物馆叫做监狱 旧的监狱的博物馆 这个GAOL是他们的话 说监狱的意思 那它又有一个平面图 其中就每一个房间 都是一个博物馆 是独立的 一个是海洋博物馆 一个历史博物馆 一个大象博物馆 什么的 很奇怪 事实上整个房子就很小 每一个就更小了 不过它有一个标志 说它是一个历史新的建筑 这个是在讲他们的人 从哪里来的 其中我刚刚提到一个法国的事情 就是说在1685年的时候 路易十四 他就说规定所有的人都要信天主教 不可以信基督教 所以他们就有很大一批的法国的基督教的教徒 跑到南非来 所以在这个国家 我们传统上是说他有葡萄牙人 然后有荷兰人 最后就有英国人 可是中间也有一批是从法国来的 法国的基督教徒 就是说新教的法国人 叫做Huganaut 这是他们一个专门的字 专门指法国的基督教徒 这有个图是讲Robin Island 这个不是在这里的 Robin Island是Nelson Mandela 他被关了19年的一个监狱 是在Cape Town 我们到Cape Town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特别介绍这个地方 那这边是一个博物馆是监狱 那那边是一个art room 那这个监狱呢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 就是说这个building 以前是一个监狱 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般都是看到有一个厕所 马桶就是 他当年那一间不是只管一个人 他马桶还有门 对啊 也说的也是 对 也这个就是一个大象的博物馆 其中他就放了一个大象脚 这个还是讲他们本城的这个历史 那这个另外一个房间 是一个海洋博物馆 就是讲他们英国人在的时候 怎么样的航海的事情 那这个图是他们那条河的一个地图 这个Naisna这条河从那边这样留下来 然后留到这里呢 就越来越宽 就变成一个所谓的Lagum 一个大湖 可是前面呢 就有两个山头这样把它挡住的 就是说这个河从这里留下来 这里就有这么大一个湖 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岛 两个 一个叫做Fason Island 一个叫做Leisure Island 从这个湖到这个海呢 就是有这两个山口这样挡住 他们叫做The Head 那这个Head 一个是Western Head 一个是Eastern Head 就是这两个山头 把他的这个整个变成一个海湾 刚才我讲到这个Fason这个人呢 这个就是他的照片 Charles Thiessen 这又是一个房间 它叫做Titanic Museum 现在我们就出了这个Museum 它就是有很多小房间就是了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公园 在它的这个最主要的这条大路上面 前面就有 上面就有好几个教堂 不止一个 这其中一个是Saint George 这个教堂 是一个英国教堂 而是最早的一个教堂 是1849年的 这教堂是蛮小的 这个花满处都是我们去的时候它盛开的不得了 那我在Oakland的时候 大概是六月的时候去过一次 也是满街 每一个人家里都有 叫做Lily of the Nile 在加州叫这个的名字 在这个地方我们叫Aga Pampas 这就紧接着它 刚才那个教堂在那里 这个就在这里 这个就比它大一点 也是一个英国的教堂 还有一个管风景 这刚刚我们看到它的屋顶是这个天主教教堂 现在我们走进了看 结果它不能让人家进去 这个叫做Saint Bonifat 看起来比别的都大 它对面这个教堂叫做Charisma教堂 我觉得不大清楚是什么教 那当然是基督教了 可是是其中的一支 那我刚才就要去找 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一个博物馆 就找不到 走来找去就在地图上就在这里 可是没有 所以我就跑到这一家人去问他 这一家呢 他有两个园丁在那里做工 就在这个走道上 那我就问他们 他们就说你要去问主人才行 我就跑到那个主人那里去敲门 你猜那个主人怎么了 他不能开门 他要回去拿了钥匙 才能把门打开 才能让他自己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可能他觉得很不安全 也许这两个园丁 他把那两个人趁他不注意 来抢劫他还是怎么样 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Anyway我就问了他了 结果他说要下去这两个block 后来就找到了 这是一个city hall 这就是我要找的博物馆 他叫做Millwood House Museum 这就是一个古的一般人住的住家里面 你就看到当时的家具 他们的生活情形 什么各种摆设 可是一共就这么小一个房间 然后旁边还有几个building 都比他还要小很多人 所以也是不收钱的一个博物馆 这是他的历史 他是1887年建的 这里面就有一些当时的家具 啊 茶壶啊 杯子啊什么的 还有那个灯啊 这个你知道是做什么的吗 这个 对 衣服洗好以后 就这样一搅就把它搅干了 就好像我们在Costa Rica 那个搅干这枝 干这枝的 就是长得一模一样 当然那时候就是应该没有自来水 后来才有的 这里有一个绞肉机 那时候的瓶子大概也是用完了 又舍不得丢掉都要留起来 而且每一个都颜色形状不一样 嗯 要的 这家人蛮讲究的 对啊 那个衣服啊 我想起来 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是个美国人 她大概有七十几岁 她就把她小时候 她妈妈给她穿的 就像这样的一个衣服 送给我女儿 而她是男的 就是他们那时候 男孩子都是穿女孩子的袍子 这绣花还很讲究 英国女王子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博物馆 你在西方走到哪里 每一个小镇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 说他们以前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还有就是她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说 第一次第二次四绝大战死的人 我们要纪念什么的 可是中国这两件事情都很少见到 因为当然她做博物馆来说 要把它收得干净 那地方也不是很宽大 这个作为家庭人 这个后面就有几个附属的房子 都算是她的博物馆 里面她就有她做工啊 像车房啊什么的 我们最近有一次从欧瑞根开车回来 平常都是从这边然后走上I-5 结果我们在中间看到一个小飞里 过Columbia River的 我们就去搭那个小飞里 就过去了 那个小趟 它就有一个博物馆里面 有好几个房间 哦 那个东西比这个还多啊 对吧 我们如果现在不保存一些古的东西都不紧 这个像是一个workshop 后面有个小拖车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今天快要讲完了 然后我们就吃一个晚饭 这是第二天我们就去这个餐馆吃饭 就在这个海边上 所以应该是比较贵的 可是还是不是很贵 那我就跟三个人一起一起吃 这个人跟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 等一下我们照了一张像 对 就是我们三个人 这一位就是所谓艺术学院的院长 那这一位就是去追逐那个最好的冲浪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去无视餐馆吃饭 我们四个人就吃了一顿饭 这一位这位男士 他随便走到哪里 他一定要吃遍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一点呢 就点三个菜两个酒什么的 都吃不完的 那所以他一上来就有一道 这个是生的 另外那一个是Squid 都是比较是当地的特别的地方 然后他又吃这个 就是我们的菜都还没上来 他就上了三道菜 这是他的Seafood Salad 这样我就这个就讲完了 今天最后一个 可是我要讲的是这一位 这个先生他叫了很多菜 那我们就坐在那里等 大家跟他分享 就一直等一直等 等了一个多钟头 我们的菜还不来 结果 结果这一位Norma 他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我不等了 他就拿起皮包 他就走了 那我们大家都是游客 慢一点 人家声音也很好啊 我们觉得也不必这样 可是也没办法留住他 他就走了 然后过了不久啊 大概过了十分二十分 我们还没菜 他就跑回来了 他说他的钱包没拿走 他就到处一看 哇 什么都没有 气得要死 他说我的护照 我的Credit Card 通通都在里面 结果他就走了 结果我们要付钱的时候 那个waiter就来说 他说我们旁边那个人 捡到一个钱包 那我们就拿出来看 也没有Credit Card 也没有Passport 可是钱都在里面 所以他骗我们了 因为他一定Credit Card 在家里 可是他说 哦 怎么怎么样的悲惨 那其实不是 那可是我们就说是他的 我们就打电话回去旅馆 就把他叫来了 他就拿了 他说是他的 没错 就有这么一回事 反正我们都会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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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